姐 姐 舅舅 舅舅 你看人家没来呢 坐在那多不好啊 起来 没事 快起来 好 哎呦 来了啊 真是不好意思啊 实在不好意思 你好你好啊 你好 快坐快坐 乖宝贝 阿姨你好 快请坐吧 好 对对对 来来来 坐坐坐大家坐 坐点说 今天 快坐快坐 我有什么项目啊 船都走不开 实在不好意思 快请坐啊 别客气 来 我今天很高兴 今天是自家人的团聚 先干了这一杯 请 来来来来 干杯干杯啊 沈总说得好 家庭的聚会 既然咱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那我提议 你长聚怎么样 嗯 说得好 说得好 其实啊 小海生病以后 我一直忙着给孩子到处找医生 多亏了一群呢 照顾他 要不然我不知道小海今后会怎么样 本来啊一直想他们感谢 一直没有时间 真的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您太客气了 他们是同学 这点忙是应该的 我看他们不仅仅是同学的关系吧 云海 你说呢 啊 你这个孩子傻笑什么 雨萱 你说呢 还不好意思呢 愣着干嘛 来吃菜 吃菜 来吃 云海 照顾好雨萱 好 雨萱 姐吃啊 其实啊 像我们这样的家庭 在别人的眼里啊 是那么的光鲜 但是我们的麻烦事也是很多的 比方说云海吧 平时追他的女孩子实在是太多了 妈 我真是操心的晚上都睡不着觉 我觉得呀 两个孩子既然合得来 不如咱们两家 把他们的事给定下来 免得别人说三道四 总是惦记着 雨萱妈妈 你说呢 定下来好 定下来好啊 省得夜长梦多 沈总啊 我们家小家小夜的 我们也没求大福大贵 只要雨萱能够找到幸福 我们就满足了 你说的对 我们就满足了 你说的对 对 对 对